全城热烈 大家好 我叫李绍东 今年27岁 来自吉林省长春市 我的爱情宣言是 海鲜老板天天忙 没有时间找对象 唯独缺个老板娘 看一下长城16个姑娘 对谁的感觉最好 场上16个姑娘 对我们这位小伙子的印象怎么样 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 请选择 接下来小伙子跟听你的感觉 请选择自上的一盏灯 好 来看一下海鲜老板的第一个短片 我叫李绍东 今年28岁 在水海市场里卖鲜 像鞋子 大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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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螺 咱家应有尽有 跟了我以后你想吃啥吃啥 咱随便管购 因为干这行必须得起早 所以我每天半夜一点必须出门 虽然很累睡不好觉 但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 只要妈妈能过上好日子就行 我曾在内蒙古包过大车 那时候很苦 一天都吃不上饭 冬天开吹的手脚都动坏过 五年攒了二十多万 回来以后第一件事就给妈妈买了个雕 我是个特别有主意的人 我决定的事没人能改变 除非妈妈反对 在家里我也希望 我媳妇做完事之前都和我商量商量 我不喜欢你招呼都不打 就把事都办了 在我看来那就是对我的不尊重 我每天除了睡觉的时间 就是研究赚钱 我希望我喜欢不要在我忙的时候 总给我打电话 因为你打了我也有可能不接 得先把手头的活忙完再给你推 现在流行一个词语叫精英适应男 我就是一个精英适应男 还让女嘉宾记住我 我叫李少东 四号小甜甜 小伙儿 你这个短片中 很多次提到了你妈妈 我的那个家庭是单亲家庭 在我起岁的时候 父母离异 然后我的母亲带我们姐弟三个一起生活 然后生活的时候就是非常苦 小时候嘛 馋嘛 然后几天不吃米饭 就哭着喊着说妈我想吃米饭这种的 然后妈妈就给我们做米饭 妈妈说说我不吃我不喜欢吃米饭 不愿意吃米饭 然后后来才知道实际那会是因为 我们多愿意吃米饭米饭少嘛 然后妈妈为了说让我们多吃点 把自己那份省得让我们吃这种 所以说那会我就下定觉醒 让我妈妈过上好日子 好日子 然后我就自己出去挣钱 这种 好日子 刚才看第一个短片的时候 我跟小伙子交流说你别太紧张了 小伙子看到他妈妈出来的时候 说姐 你是我妈 能感觉到就对妈妈的这份感情 好 六哈塔京有问题 对 我就是想说 其实就是母爱真的是特别伟大 因为我妈妈也是一样的 就是她什么事情都会像男嘉宾说的那样 她会把自己不喜欢吃的东西说成喜欢 然后把喜欢吃的东西让给我们 因为小的时候家里面也是一样 条件不是很好 就是可能过年过节吃上一顿肉 都已经很不错了 然后那个过年的时候 妈妈会说 那个你吃吧 妈妈不喜欢吃 就是这样 都是因为曾经苦瓜呀 我突然间想起了一个事 在解放之前的那一段时间 整个中国经历了最困难的一个时期 当时真的吃不上饭 包括北平这样的大城市 都成天在饿死人 北大的一个教授 他曾经说了一句话 在那个时候 中国的女人几千年来 没喊过饿 多了不起中国的女人 多了不起我们的妈妈 五号张牙 就是你很尊重妈妈嘛 然后就是如果你领先去的女嘉宾 妈妈就是不是很喜欢 你还会就是勉强的就是 妈妈委屈一点 然后你跟女嘉宾就是牵手了 是这样 假如说妈妈 要是不不怎么满意的话 我就尽量跟妈妈说 尽量跟妈妈沟通 说是互相在中间调解 如果妈妈就是不不喜欢 你最后会做什么决定 不喜欢就是坚决不喜欢 那就为了妈妈 我不会跟你牵手 这种就是不会在一起 9号李英子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 如果这个女孩子真心喜欢你 她应该去改善这种婆媳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的观点 然后其实哄婆婆的方法是有很多种的 你可以跟她撒撒娇啊 就像在我们那边是这样的 我们就会用这种方式 以撒娇的方式像女儿一样 她无非不喜欢你的原因 就是怕你对我儿子不好 你对她儿子好 然后对她也好 我觉得婆婆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 你把刚才那个韩语翻译一下 就是对婆婆撒娇怎么撒娇 我们就是妈妈对不起 然后就是 就是 我给你道歉 就是我们要不要一起去购物 然后我哄你开心 意思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要跟婆婆撒娇 是吧 像女儿一样 好 来看小伙的第二个短片 谢谢来看 三年前她扔了个瓶子 我捡到了这个瓶子 然后我俩就出对象了 相处了四个月 她的脾气一天比一天爆 动不动就跟我发火 南亚车就愿意耍小性子 我本以为爱情是那样 结果 现实却成了这样 我是一个典型的 外表粗内心戏的人 我不爱逛街 但特愿意陪媳妇逛街 我不太爱说话 但每天都愿意跟媳妇说说 我这一天的行程 我希望我媳妇也能跟我 会话会话 她每天都干嘛了 希望我的女朋友 恋爱经历不要超过两次 因为超过两次 也有可能没有新鲜感 也有可能因为受过伤 不会再相信爱情 我不喜欢拉洒的女生 像小护士那样 我绝对不行 我的媳妇可以广交朋友 但你的朋友 必须都得介绍给我认识 我媳妇绝对不可以有男闺蜜 你觉得男闺蜜真是把你当成哥们了吗 我有一个原则 结婚时坚决不给彩礼 因为我的人都是你了 还要啥彩礼 啥啊 周哥 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小伙 谁说男闺蜜不能和我成为好哥们呢 我的男闺蜜今天就来现场了 因为我觉得所谓的男闺蜜 没有纯洁的友谊 不是纯洁友 就是不是你喜欢她 就是她喜欢你 你心中爱恋她 就是她心中爱恋你 我给你介绍一下周哥 周哥之前呢 就一直在说她的男闺蜜 对她特别特别好 在她失恋低谷的这个阶段 男闺蜜又陪她看电影啊 又给她买丝腕啊 就很多啊 很贴心的 今天这个男闺蜜就来现场了 你看戴眼镜这位小帅哥 就是这就是 你好 你咋看呢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喜欢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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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闺蜜叫什么 小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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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包子你好 你好 你好 你为什么对周哥这么好啊 你就是说怎么想的 怎么说就行 我觉得没有为啥 为啥想那么多呢 你不累吗 好 我觉得你这就 就是说一点麻烦 凡事不要总是你觉得 凡事不要总是说你认为 你亲自去做了吗 你有闺蜜吗 要不要去尝试一下 我俩仅仅是闺蜜的关系而已 仅此而已 我不喜欢她 我也不可能喜欢她 好了我懂了 那现在的情况摆在这 周哥的灯亮着 此时他男闺蜜也在这 他们的闺蜜关系是什么样 你也都知道了 程度是什么样 你也都知道了 对 还会选择周哥吗 还会选 为什么呢 那就证明你承认 他们之间是纯洁的友谊啊 小花 因为怎么说呢 假如说你有闺蜜也好 或者朋友也好 我不想你单独出去 跟某一个朋友 或者是 我不了解不知道的人 去接触 去相处 这种 你今天要把她 牵手成功了哈 下台我陪你喝点 一起 就是成不成功喝点也行 没事 那就太好了 那我今天晚上我不想走了 牵手成功了 上你家求两家海鲜好好吃 好好吃 那不牵手成功 上你家求两家海鲜吃好不好吃 好使啊 他目的不纯 他目的不纯 这都不成了再说啥 你就是 在这认识了吗 认识就是朋友 我觉得 在这么大的世界 茫茫人海中 相识 相识就是朋友 我分析这小伙子 你之前不接受 你刚才跟这个小包子 你们之间交流了之后 你是不是觉得 交流了之后 你能够看到她的闺蜜了 似乎你就觉得 大概 他们是一种坦诚相见的 纯友谊的 你能感受到 要不然的话 总是藏着掖着 你觉得你不行 你接受不了 对 是不是 就是朋友也好 就是闺蜜也好 比如说两个人嘛 因为 我们两个人过日子 就是所有事情 都我们两个人 都得共同知道 我们之间那就没有秘密 对 14号思琪 看小伙子短片里说 不给彩礼的事儿 晚上说俩人结婚以后 晚上你的言就是我的了 我请你 晚上我感觉 不给彩礼 高地得 高地给两个人 你不能一点不给呀 那你说我也是 我嫁过去了 晚上你说我也正大火焰过去了 晚上你一点不给 我就是 我以为彩礼的事呢 我不是说说 就是一个 比较硬性的条件嘛 不是说我管你要十万 晚上假如你有万 我就说 那不行他能万 那不行我不能跟你结婚 我要是康 那人呢 你就拿两万 那那个意思 意思意思呗 我跟你说 不给彩礼就是坚决不给彩礼 因为我想 我说的是就是 我的人是你 就是结婚以后 钱都给媳妇管 这样是 这点我记得不了 我哪怕你说 你改一万两万的 我说是这一句 那行了 那你就别说了 我 我不多了 没点了 好 谢谢 加德 就是小伙儿 我的爱情宣传 是一分彩礼都不要 想回农村过到老 我觉得小伙儿吧 就是挺精神的 而且挺有正事的 就是感觉很有安全感 有时候我挺看好的 掌声有请七号堆 来 有请 我们来看一下小伙儿 在上场的时候 选择的一众人是谁 一起来看 十两号 十六姐 其实平常在台上 我挺活跃的 但是今天说什么话 有时候聊天 说话有时候 有些不好意思 就是比较害羞 但是瞅着小伙儿 挺有演员的 希望他就是成熟 觉得挺稳重的 而且不是那种 花言小语能嘚瑟的 问一个最想问的问题吧 往前面站 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假如说 在一起结婚以后 能不能跟母亲在一起生活 其实我们也等于是因为 那个你是单亲的 我不是骑士单亲的 我是 因为我小的时候 就是家里边也很苦 父母就离开我去做小买卖了 我特别特别喜欢 也渴望这种家庭的温暖 其实我倒挺喜欢在一起住的 热闹 而且我觉得非常有自信 所以能够跟婆婆能处理好这个惯性 谢谢 夏浩德 就是我也觉得能接受 毕竟跟老人在一起 说实话我也想挺多的 因为以后结婚了 或者有孩子了 就是妈妈可以帮忙带一下 或者是咱们 就是都是 你假如说你卖海鲜也可以 就是不卖海鲜 两个人也可以一起上班 好 谢谢 两个姑娘都很孝顺 都同意可以跟妈妈在一起住 而且也能够感觉到小伙子的孝顺 那接下来小伙子要做出选择了 如果要是选择你的一中人的话 因为他灭灯了 要做进一步的争取和努力 如果选择七号堆的话 就可以幸福地去经营你们的海鲜 海鲜这一摊视野要越做越好 想一下 五秒钟倒数计时之后 走到你喜欢的女孩对面 好吗 好 五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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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二 i 4 我挺好 我挺好 有时候聊天说外国有些不好意思 我特别想替堆说两句话 就是刚才一直站在这里的时候 我俩吧平常就站在这也 就是特别爱捅我 特别爱说话 然后我就纳闷了 从你一上场之后 我就跟他俩说话 他都不吱声 就跟他盯着 我就怼过他 说哎你咋想着我了 他说那咋整啊 咋整啊 我说那我帮你说两句 哎别说了 说完我害怕 我这眼睛不相中 说真的不错 好好好 再想一下 想一下 让准备自己换上你 却关于我爱你 就是这种事是不能勉强的 如果就是不喜欢吧 就是不喜欢 因为我就是个 就是骑着咔嚓的人 我喜欢 我坚持 我就应可就是过错 我不怕错 我就怕错误 所以说我就是选择 也是像你说的 我觉得舍一声淘宝月 我只想换一个对的人 就是说能够一起的 我选择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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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时 任�ë自己幻想 一切关于我 和你 你是爱 接下来 寝 Particip